被亲生父母带回家的第二天 我夺走了假千斤的团宠位置 我陷害他嫁祸他 让他重叛亲离 被虐待折磨致死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愧疚 可是我只有兴奋 他的死状像挤了我上辈子的死法 毕竟系统抹杀的手法都一模一样 我是送暖暖 是个倒了八辈子血眉的真千斤 出生后 被自己的蠢货哥哥和别人家的孩子掉了包 理由很简单 他不喜欢皱皱巴巴的亲妹妹 看上隔壁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 就这样 我前18年一直自己勤工减学赚学费 而林染可呢 在我家过着富足的生活 妥妥的白富美 后来我回来了 林染可急了 他怕我抢走他 享受了18年的富足日子 对我栽赃陷害 无恶不作 但哥哥帮他 爸妈信他 种种举动下来 我落了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下场 不过林子安并不满意 他把我送上了去缅国的船 我被人虐待 侮辱 被迫拴着铁链进行诈骗 最后我死在异国他乡 尸骨被野狗刨屎掉 我以为这就是我凄惨的人生 直到灵魂飘出体内后 我才终于明白 原来我和林子安从出生时 就被一个叫系统的东西 绑定在了一起 在林家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最终留下的那个人 可以获得系统的终极奖利 名誉 地位 财富 智商 男人 什么都可以 而被迫离开林家的那个人 即便到了世界另一头 也会被慢慢折磨至死 这场逐鹿 从出生就开始了 只是 为什么林子安 好像早就知道系统的事 这不公平 不过 我重生了 和上辈子一样 我被接回了家 林子安站在我那个蠢货哥哥林子恒身边 兄弟俩都是白白嫩嫩 溜光水滑的 唯独我 脸颊粗糙又黑有 活脱脱像是小丑 我转头 气生生又带着点油仪 爸 妈 警察说 你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 爸妈含着眼泪点点头 气不成声 我也跟着红了眼 我装的 亲妈哽咽着开口 暖暖 都怪爸妈当年太粗心了 我点着脚 帮他们擦擦眼泪 故意用了带有茧子的那个纸巾 亲妈白皙的脸庞 被我刮得皱了皱眉 暖暖 你的手 我乖乖地捧着手 让他们看 好好看 最好永远记住 我这双满是茧子的手 暖暖 你受苦了呀 才18的年纪 怎么手上会有这么多的老茧 我抿了抿唇 眼眶发红 我的养父母家 真的很穷 养父母三个字说完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 看了林子安一眼 林子安揪着双手 局促地在身前搅了搅 对 对不起 让你替我受苦了 爸妈看向她的眼中 夹杂了一丝欣慰 子安 你不用不自在 就当自己是多个姐姐就好 以后咱们 话没说完 林子恒就满脸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妈 子安在自己的家里 有什么不自在的 一个临时找回来的女儿而已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别因为自己回来了 就想着把子安赶走 她永远是我妹妹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 净险无措 子恒 爸妈尴尬地冲她挥手 充满厌恶的目光 在我身上扫过 行了 子安要睡觉了 我们先上楼了 我看着那对兄妹的背影没说话 亲爸妈圆了圆 你哥哥脾气不好 别和她一般见识 我轻声硬了 嗯 她当然不喜欢我了 当年被她亲手送出去的小女孩又回来了 她能喜欢才怪呢 不过这次 我用不上她的喜欢 这次回来的主线任务 是让林子安重判亲礼 林子安和上辈子一样 一天都容忍不了我的存在 吃饭的时候 她故意把筷子扔到了我的脚下 哎呀 她弯腰要紧 但却被林子恒一把拉住 暖暖 你捡一下吧 我淡定地吃着饭 纹丝不动 见我不说话 林子恒啪哒一下 把筷子放下 宋暖暖 我和你说话呢 子安的筷子要在你那边了 你帮她捡一下 我又往嘴巴里松了口米饭 妈 今天的菜真好吃 亲妈瞪了林子恒一眼 但还没来得及说话 林子恒就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她二话不说 就往桌子底下钻 但是紧接着 我的脚面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痛意 林子安在桌下握着筷子 狠狠扎一下我的脚面 我这37码的鞋 差点直接踢到林子安的脸上 不过我硬生生忍住了 啊 好疼 我瞬间含了泪 放下筷子就捧着自己的脚护痛 妹妹 我只是没帮你捡筷子而已 你扎我干什么 全家人都皱起来了没 不是因为林子安扎我的脚 而是觉得这件事荒唐 白富美 在桌下偷袭别人的脚丫子 呵 林子恒舔了舔唇半后笑一声 宋满暖 你想诬陷别人也找点合适的借口好好 我们子安会用筷子扎你 而且还是脚 林子安猛逼片刻后 茫然无措的从桌底爬了出来 姐姐 我 我怎么会用吃饭的东西扎你的 脚啊 又撒谎 但跟上辈子的隐忍不同 我不顾大家的阻拦 我直接脱了袜子 哎 宋满暖 脚背上红彤彤的一个筷子大小的印记 清晰可见 怕我那个蠢哥哥看不见 我就差把脚背伸到他的脸前去了 林子安懵了 他大概是没想到 我忍住了自己的条件反射行为 更没想到我会当众脱袜子 爸 妈 你们看看 是不是筷子的形状 我眼眶通红 满脸委屈 我只是刚刚没有剪筷子而已 妹妹不是说没关系 不和我生气吗 怎么到了桌子下面 就对我偷偷下黑手啊 林子安张了张嘴 最后只动了动喉咙 爸妈同时看了眼林子安 子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子安发出一声吃笑 还能是怎么回事 就是子安刚刚在桌下 不小心手滑了呗 说明还是他自保自演啊 小门小户出来的 为了博人眼球 什么干不出来啊 我啪哒啪哒的掉了眼泪 直接光着脚往门外跑 我要回家 我养父母家虽然穷 但总不会这样冤枉我 刚刚我一直在吃饭 连手都没有放到桌子下面过 我这一跑 爸妈立马急了 尤其是我爸 直接拉住了我 暖暖 刚刚说的话叫爸妈心寒 在这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 林子安给暖暖道歉 看着林子安难看的脸色 我不着痕迹的勾了勾唇脚 林子安 这是你在我手里栽的第一个跟头 以后还会有无数个 但是我没想到 林子安居然直接用筷子 又扎了下自己的大腿 用力只狠 我看得都疼 痘大的泪珠含在眼里 我见油帘 暖暖姐姐 我刚刚真的是手滑 这张餐桌是我专门定做的 有点太大 应该是我不小心打个滑 筷子就储到你的脚背上了 如果姐姐不解气的话 那我在 够了 林子安高 高扬起的手被林子横握住 那双满是怒意的毛子紧瞪着我 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不就是不小心被扎了一下 你至于的吗 好好的一顿饭被你弄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 别把所有人都想得和你一样坏行不行 我吓得往亲妈的怀里缩了缩 妈 不知道是不是母爱泛滥 亲妈把我紧紧的抱在了怀里 好了 今天的事就是误会 你们赶紧上楼去 林子安看我时的眼神满是忧怨 我笑着和她对视 还在亲妈怀里蹭了蹭 这就受不了了 只是第一步而已 有了上次的教育 林子安不轻举妄动了 不过她开始明里暗里的 暗示着我那个蠢哥哥 在自己的家里 我就连喝一杯燕窝都是错的 林子安的燕窝 每天都是保母亲自炖的 这天 我喝了一杯 林子安来的时候 扑了个空 呀 楠楠姐 你喝了我的燕窝吗 我用下巴折着自己面前的空碗 是你的 保母阿姨说是给小姐弄的 我不知道是给你的 抱歉 林子安皱着没张张嘴 但是余光 撇到林子横时 立马又变了脸色 没关系 林子安艰难的扯出一抹微笑 南端姐说的对 你才是家里的真千金 燕窝 你喜欢你就喝吗 她低着头 转身就走 毫无疑问的 又被我那个蠢哥哥拦住了 你又在干什么 什么真千金假千金的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回来了 这个家就为你独尊了 我告诉你 少做梦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子安道歉 我笑了 宋南端 能听得见 我扣了扣耳朵站起来 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 我只是吃了个燕窝而已 怎么了 在自家家 连吃个燕窝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吗 林子横神色一顿 眉头皱了皱 我指了指桌上的空碗 我真的只是吃了个燕窝 子安 真的 林子安低着头晃了晃林子横的手臂 哥哥 别计较了 咱们上楼吧 我冷哼了一声 率先上了楼 路过林子横身边的时候 我亲身问了一句 如果我从出生就在家里的话 咱们现在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哥 我能明显感受到林子横的身子一僵 脸颊也迅速变得通红 这是他心虚的表现 当年因为他小小的一个举动 直接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 这件事 他是清楚的 我面无表情的回了自己的卧室 直到进门的时候 还听到林子安叫他的好哥哥 哥哥 怎么走神了 在家待了一个月 我想了想还是要去学校 毕竟一直在家 林子安没什么下手的机会 当我和爸妈提出要继续上学的时候 林子安的眼睛都亮了 妈 让姐姐去我们的学校上学吧 我和哥都在 姐姐刚来不熟悉环境 我们还可以照顾他 林子横敲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难得没有说话 不过爸妈有点犹豫 暖暖 你想去贵族学校上学吗 我和林子安对试着 毫不犹豫的点头 当然了 我们都很清楚的 学校只是新的战场而已 上学第一天 林子横拒绝了我和他们 坐同一辆车去学校 面对爸妈的怒火 他也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大家都知道我只有一个妹妹 她突然冒出来 别人会怎么说子安 我点点头 不得不说 他还挺细心的 只不过不是对我而已 那兄妹俩被司机送去了学校 而我选择了坐公交 贵族学校 坐公交在他们看来 真的很掉价 上学第一天我就听到 后面有人在窃窃私语 你说这个宋暖暖是什么来头啊 说他穷吧 他还能来这 说他富呢 他又坐公交 我看了一眼参与其中的林子安 没解释 看样子 他是不准备告诉大家 我是他的好姐姐了 一周后 这样的留言愈演愈烈了 我甚至被大家贴上了穷人的标签 林子安总是装好人 哎呀 你们别说了 被他听见怎么办 人家会伤自尊的 你没看到他手上的老姐吗 都是人家勤工俭学的勋章 班里传来好几道扑斥的笑声 我看了看自己的掌心 回过头笑着接上话茶 是啊 妹妹 如果当年不是被报错的话 这些老姐就要长在你身上了 班级里安静了片刻 随即又沸腾了起来 卧槽 他是你姐 他说了什么意思 你咋不早说 什么报错不报错的 林子安不知所措的坐着 眼中还有些错落 上辈子我从没反抗过 他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叹叹气 冲大家抱歉一笑 不好意思 一直瞒着大家 其实我和林子安从小都被抱错了 他被我父母养了18年 大家看林子安的眼神变了变 这么说的话 你的苦日子 原本都应该是林子安过的咯 还真是勋章呢 林子安 你好好看他 林子安肩膀一颤 直接哭着跑出了教室 我真的像个姐姐一样 冲大家摆摆手 大家见笑了 他从小被我爸妈娇生惯养着 大概是嫌弃我丢人 觉得脸上没有面子了 上课铃声响起 我听到有人在后面嘟囔一句 被人卖了 还帮人说话 脑子有问题 我勾了勾唇角 没反驳 不怕 这辈子我有的是时间和林子安慢慢耗 这节数学课 我必须全身贯注 才能跟得上 下课铃声响的时候 老师还没来得及走呢 林家那对兄妹 就出现在了班级门口 林子安眼睛红红的 还拉着林子衡的胳膊 而林子衡则是满脸怒意 在班级里看了一圈后 直接锁定了我 我真怀疑 老师走出去的刹那 他会不会冲进来掐锁 宋暖暖 你给我出来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我满脸疑惑的眨着眼睛 走到了门口 怎么了 妹妹 你刚刚怎么旷课了 数学老师说 要尽你的名呢 话音落 林子衡猛的抬手 想扇我一个巴掌 我本来能躲开 但我没动 啪的一声 原本嘈杂吵闹的课间 都瞬间安静了 我被打得侧过了头去 脸颊麻酥酥的 宋暖暖 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才来第一天 就把子安欺负哭了 我抬头冷冷地看着她 林子衡却冷哼了一声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这时候班里忽然有人 为我打抱不平 喂 你好好的打人干嘛 人家宋暖暖根本没说什么 是你妹妹莫名其妙的 自己跑了出去 再说了 你亲妹妹在这呢 你已经和你妹妹 错失了过去的18年 现在这么偏心眼 有一个女生开始过来拉我 走 别打理这两人 我脸去毛子里的寒意 顺势垂下的头 算了 亲不亲的有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感情好 那对兄妹 似乎有点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毕竟谁都没想到 只是半点的时间而已 所有人就都站到了我这边 最后还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把林子安带回了教室里 姐姐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哥会那么冲动 你别怪我们好不好 我挺着肿起来的脸颊 艰难的扯了扯嘴角 没事 我知道你们两个感情好 回家我不会告诉爸妈的 林子安咬着唇点了点头 有些将信将疑 后面的同学们又开始窃窃私语了 兄妹感情能这么好的 真是少见 再说了 还是假兄妹呢 对呀 亲生兄妹的感情都不能这么好 何况是假兄妹呢 上辈子临死前 我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 隐藏的不轨 但这辈子 我要将这层皮狠狠的撕下来 晚上回家后 我特意预盖迷章的戴上了口罩 但爸妈还是看了出来 暖暖 亲妈放下了筷子 你的脸被谁打了 才上学没几天 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呢 谁打的 你说 我戳着米饭 在不经意间看了看 坐在我对面的那对兄妹 子恒 你在学校是怎么照顾妹妹的 我笑了 要不是他照顾 我这脸颊还不会肿呢 林子恒没说话 妈 姐姐他 林子安支支吾吾的 最后还得是我 大大方方的接过话茬 妈 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和他们两个没关系 林子安连连点头 我那个蠢哥哥 这才看了我一眼 晚上在客厅遇到的时候 林子恒还冷着脸质问我 怎么不说是我打的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谢你 我差点笑了 谁要的是他的感谢 我要的是他最近的收敛 能让我安心干下一件事 一件让这对假兄妹 换种情愫的事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重新模仿林子安的自己 其实上辈子 我就做过类似的事 因为缺少纸笔练习 我上辈子的字 歪歪扭扭的 每次写出来都被人嘲笑一番 而林子安 却有一首漂亮的字迹 上辈子我并不知道 自己跟他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我曾经想模仿他 期盼这样 能被家里人多爱一些 可惜自己像了 也没换来爸妈的高看一眼 反而还纵容林子衡嘲笑我 只是个会模仿的小丑 这天下课后 等那对假兄妹被车接走了 我转头进了路边的小店 买了两张粉色封皮的信纸 然后 我给林子衡写了一封肉麻露骨的情书 还是以林子安查理 查气的口吻写的 这封信 被我塞到了林子安的桌斗里 这里的同学们 个个都是八卦选手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好奇 不过在此之前 沉淀了一个月的林子安 还是找了我的麻烦 从厕所回来的路上 有三五个不认识的男女 对我指指点点 听说了没 就是他勾引他们班学霸 听说学霸不愿意搭理他 他还上赶着和人家睡了呢 唉 还不是为了人家的资源吗 这个学校里到处都是利益牵扯 学霸学习好家里又是首富的 我 就因为我多问了学霸两个附加题 这种闲话 用脚趾偷想想都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我顿了顿肚子 转身向那群人走了过去 真的吗 那几人神色有些惊慌 但互相看了看后又挺直了几倍 我满脸真诚 你们怎么知道我和学霸睡过了 是真的吗 他们笑了其中的男生 满脸猥琐的上下打亮我一眼 恶心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的胸部看 你说呢 当然是真的了 你自己做的事情还需要问我们 我看了看走廊处的监控 下一秒直接挖的哭出了声 所有人都停下脚步看了过来 就连上课零响了都没动 我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回班里找老师 第一句话就是 老师我要报警 我和咱们班同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发生了性关系 我怀疑我辈 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我只听到了老师的笔掉落在地上的声音 传香话的人想走 但是被看热闹的同学们挡住了 我笑了 现在我最不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 老师的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 宋暖暖同学 你确定吗 这种事可不能随便乱说 我小手一指 老师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要报警的呀 上厕所回来的路上 我听到他们几个人说的 说的有模有样 一定就是真的 老师你快把我报警吧 呜呜呜 我就差跪在地上了 那几个同学吓得腿一软 一起白手否认 我们没说 我被老师扶着坐在了椅子上 擦干眼泪后 我冷笑着看着教室外传动的人头 林子安 藏在别人后面干嘛呢 其实在贵族学校 学生是不怕老师的 但我还要感谢林子安 给我找了个好伴侣 那学霸叫萧然 是首富家的独子 事关他 老师不可能坐视不理 萧然回来的时候 老师的腿好像都要软了 我强奸你了 萧然单手插兜 挑着没问我 我缩了缩肩膀 小手又指了指 他们告诉我的 那几个人瞬间老实了下来 萧然 我不知道 不是我说的 求你别告诉家里行吗 不然回家后 我的腿要被打折了 萧然靠在了办公桌上 看了我一眼后 不紧不慢地 说出了那五个人的名字 语调悠长 每一声都像是催命符 我默默和他拉开了点距离 我是受害者 牵扯林家可以 但是别牵扯我呀 你们都不知道 那这种屁话 是从谁的狗嘴里说出来的 萧然脸色沉了下来 那几个人 语无伦次地解释了几句 随后像是豁出去了似的 往地上一蹲 真不是我们说的 是林子安告诉我们的 其余几人像是小鸡啄米似的点头 对对对 求你了萧然 别告诉我爸妈 放我们一把行吗 萧然没说话 但是藏在人群中的林子安 下一秒就被人群推了出来 他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摇头 不 不是我让他们说的 那几个人破防了 你放屁 就是你指使的 你看不惯你姐 就让我们造她的黄瑶 你她娘的真不是个东西 林子安的脸刷得一下子红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眼泪刷得一下又流了出来 林子安 大家说的是真的 你看不惯我 所以就 我一副气不成声的模样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很难说出来 萧然也气得冷哼了一声 真有本事啊 自己家的破烂事 还要牵扯上别人 林可 被人提醒她叫林子安 林子安 再说了 你怎么心思着要逮毒呢 造黄瑶 真有你的呀 老师也顺势接上话茬 还拍了下桌子 林子安 老师真的是看错你了 林子安慌了 哭着遍解 不是我 老师 真的不是我干的 我没有不喜欢姐姐 我假装抹泪不说话 同学们开始对她指指点点 嘖嘖嘖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真见啊这样的女人 说白了就是怕亲生女儿回来了 她这个冒牌货的地位不宝贝 说得很好 一针见血 一语中地 紧接着 人群中又传出来一声吃笑 老师 不愧林子安手段这么恶心 我错愕的看了过去 一时间都忘了装哭 这帮同学也太溜了吧 这么快就翻出来了 老师没说话 但是气压瞬间低到了180 这次林子安是真的委屈了 怎么可能 那根本就不是我的东西 你从哪里捡来就说是我的 是谁的快点承认 不然我就打开念了 同学们一阵起哄 最后有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 直接拿着情书站在了板凳上 哎呀哇 这情书居然还带香味的 亲爱的哥哥 林子安冷哼一声 我就说不是我的吧 亲爱的哥哥 见字如面 有些话我只能通过这种形式告诉你 18年的朝夕相处 让我早就爱你爱的 无法自拔 大家看着林子安的眼神变了又变 卧槽 林子安 你喜欢你哥 虽然不是亲的吧 但你们之前一直不知道啊 林子安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身形一晃后跑去抢情书 但情书被几个男生传来传去 全都大声读了出来 最后一句 哥哥 反正宋门暖已经回来了 我们高中毕业后就在一起吧 我适时的捂着嘴巴 小声说了一句 所以 所以哥才那么不喜欢我的吗 只要爸妈同意你们可以在一起 为什么还要这么诬陷我呀 林子安脸颊通红 神色慌乱的看着大家 像极了被揭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班主任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才咬牙阻止了这场闹剧 林子安 你跟我出来 我看到林子安的肩膀颤了颤 我知道他真的害怕了 因为班主任家境优渥 来当老师 纯粹是为了理想 他不怕得罪这些富家子弟 林子安被带走后 同学们开始围着我安慰 哎 真可怜啊 好好的一个真千金 被他弄得反倒成了外人了 你小心一点 林子安要是变成你嫂子 以后还能有你的好日子过吗 到时候林家的家产 还不都进他们的口袋里呀 不愧是富二代呀 早早的就开始打算这些事了 我知道他们大多都是看热闹的心理 不过我不怕 我巴不得他们将这件事口口相传呢 也不知道亲爸知道 这件事后会不会欺吐血 林子安也是 找谁不好 偏偏要给我挑一个首富的儿子 你叫宋暖暖 肖然问我 我有些无奈 乱了他好多次提 合着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呢 嗯 我点点头 对不起呀 我妹妹不懂事 连累你了 肖然黑眸眨了眨 笑了 他没说话 就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默默的给他道了个歉 对不住了大佬 白白利用了你 班主任家访了 秦老师 真的抱歉 我家孩子在学校闯祸 还要让您亲自来一趟 我只知道 班主任有钱来着 但是看爸妈这态度 估计是特别有钱才对 秦老师坐在了沙发上 刚进家门的林子安一正 急切之色明显 秦 秦老师 秦老师看了眼 他和林子恒亲密的动作 直接把情书拍在了桌子上 你们好好看看吧 爸妈皱皱眉 越往后看那信的内容 脸色就越是难看 林子安知道这不是小事 也顾不得装了 妈 这情书真不是我写的 我和哥哥 我 啪的一声 一个响亮的耳光 落在了林子安的脸上 林子恒下意识的上前半步 但终究也还是没过来 林子安 我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女儿看待的 你怎么能对你哥哥 有那种想法 情急之下 林子安开始化不过脑了 妈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的亲生女儿在那呢 就算我真的喜欢哥哥 我们也不是乱伦啊 我 又是一耳光 这次林子恒被打得摔在了地上 我扎扎舌 真的挺狠的 班主任看见林子安挨打就回家了 不仅没拦着 临走前还补充了一句 对了 林子安同学在学校造宋暖暖和萧然的谣 说他们 具体还是问问你女儿吧 萧家很生气 爸妈有些错愕 家里的哭喊声音更大了 我为班主任举大旗 林子安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亲妈瞪着他 满脸的失望 这根本就是你的自己 为什么还要说不是自己写的 还有 你好好的造什么谣啊 还牵扯上萧家 林子安跪坐在地上呜呜的哭 整个家里只有我知道他有多委屈 但他便无可辩 爸妈顾不得揍他 先忙着给萧家打个电话 结果 劈头盖脸被教训了一顿 亲爸冲了电话那边点头哈腰 林子安吓得往林子恒的怀里缩 哥 哥你帮我解释一下 求你了 你救救我 林子恒敏唇瞪着我 眼底翻轨的情绪害人 但我不怕 我笑音音的看着他 还无声的说 活该 林子安看见后绷不住了 他冲过来就掐我的脖子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是你 是你对不对 我任由他把我按在地上 亲爸挂断电话后 直接跑过来 把林子安一把甩开 瘦瘦小小的他呀 就像是飞出去了似的 林子恒心疼的红着眼睛 吼了一嗓子 爸 子安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我们彼此喜欢 有什么不行的 她本来就不是我的亲生妹妹 亲爸把我扶了起来 额角的亲筋 随着她的咆哮 一动一动的 你他妈的还知道 她是我女儿 两个畜生 你们两个都给我 滚进房间里去 萧家要是刁难人 老子第一个把她送出去 林子恒肩膀一颤 一边咳嗽着 一边往这边爬 爸 妈 亲妈也转过脸去 不再看她了 林子安满是恨意的看着我 但我丝毫不在乎 毕竟 比起她恨我 我更恨她 现在爸妈最要紧的事 就是给萧家赔罪 他们急匆匆的出门 后半夜才回来 我给他们送牛奶时听见 暖暖才回来两个月而已 他们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互相喜欢上 肯定是早就 两声长叹 那是乱伦啊 不然把那丫头送走 卧室里陷入了沉默 到时候 萧家要人赔罪怎么办 我明明纯 看来还需要再添一把火才可以 接下来的几天 我主动承担了 给林子安送饭的工作 她眼睛通红 像只兔子似的 好姐姐 我真的谢谢你呀 林子安咬牙切齿的说着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的吧 哪个正常人会哭着喊着找老师 说自己被强奸了 我笑着看她 当然是故意的了 不过我没说话 下一秒直接把她接饭的手 狠狠拍掉 然后一边大喊 一边把饭菜都摔在了地上 啊 子安 你干嘛 这可是妈妈今天亲自下厨做的菜 你不吃就不吃 怎么还摔东西骂人啊 爸妈还有林子恒都被惊动了出来 接连被摆挤到的林子安 终于急了 你他妈的神经病 谁摔东西了 明明是你自己摔的 老娘不管那么多了 你今天给我死 他不由分说的向我扑了过来 下一秒 宋暖暖 你就不应该回来 你怎么不按情节走 你这人是不是卡bug了 你到底是谁 我使出吃奶的劲才把他推开 爸妈和林子恒也终于从楼下跑了上来 但是林子安直接捡起一块碗的碎片扔了过来 我歪头躲开了 紧接着就听见亲妈惊呼了一声 林子安愣了 妈妈 回头一看 亲妈正捂着脸颊 鲜血顺着手臂一滴一滴的流了下来 只有林子恒 现在还紧紧抱着他的心肝宝贝不放手 亲妈被送进了医院 脸上的伤口有小拇指那么长 全家人都冷着脸 林子安一步一驱的跟在后面 心情胆战都写在了脸上 妈你没事吧 亲妈转过了头去 没说话 爸 我不是从妈妈扔那个的 哥 你帮我说说话好不好 求求你了 林子恒紧拧着眉 妈 子安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他 滚 亲妈打翻了病床边的水杯 你给我滚回你原来的家去 你这样的畜生我养不起 林子安哭了 林子恒更心疼了 但是才张嘴 又被亲爸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 我们辛辛苦苦养你十多年 你差点毁了林家知道吗 林子恒一愣一愣的 眼泪啪哒啪哒的往下掉 林子恒沉默了两久 在抬头时 居然冲我伸出了手 我直接躲过 干嘛 还想打我 有话就说 别动手 林子恒抬起来的手顿了顿 第一次和我说话的语调那么软 暖暖 我给你道歉 前阵子是我们的错 但是子安还笑 他不懂事 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你原谅他可以吗 我面无表情 这辈子的道歉了 那上辈子的呢 我找谁说理去 在缅国被一群人 无辱打骂的时候 我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医生 给亲妈仔细处理了一下伤口 医生 以后会有疤痕吗 医生明明纯 伤口太长了 不好说 林子安身形一晃 跪在了地上 妈 真的对不起 医生出去后 亲妈才无力的摆摆手 你走吧 我养了你18年 都养不熟 你回去找自己的爸妈吧 你们两个的事 我不可能同意 死了这条心吧你 林子安跪着上前两步 抱住了亲妈的大腿 哭得撕心裂肺 可是只有我知道 他不是舍不得这个家 他只是害怕 被系统抹杀掉而已 因为 在亲妈说出让他走的时候 系统已经提示我 怎么才能把他送去缅国了 林子安赖在家里 怎么都不愿意走 我摸着下巴 怎么才能让他跟我走呢 想来想去 最后 我把希望寄托在了 林子恒的身上 因为他最近很不对 他居然开始向我求和了 你和林子安分手了 林子恒正经危坐 暖暖 我大彻大悟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我发现自己 对他只是兄弟之情 我都是被他给误导了 他说的真诚 我玩着自己的头发 笑了笑 那你带我和林子安 去一趟云南 想要求和 总得做点什么不是 林子恒问我为什么 我实话实说 我要把他卖给割妖子的人 你不帮忙的话 我再想其他办法 林子恒笑了 脸上的肌肉也僵硬了一下 三天后 我们就坐上了去云南的飞机 从云南回来以后 你就安安分分的回去自己家 一路上 林子安听话的出奇 到了云南后 我一直在故意引导林子安去边境 越过边境线 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 我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心思的 但是这辈子的林子安 好像完全不知道缅国这回事 他不相信我 但很相信林子恒 就像我上辈子一样 傻傻的跟着走 踏上偷渡的船时 林子安有点犹豫 哥 咱们真的要过去吗 会不会出事啊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 很危险的 林子恒面不改色的点头 你不相信我 他咬了咬唇 那一步还是率先踏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我在岸边看到了 拿着枪械的几个男人 我的眼前已经浮现出来了 林子安被人侮辱 木棍一下一下落在他脊背上的模样了 你要去吗 我仰头看着林子恒 不然你陪他一起吧 林子恒垂眸看着我 太阳明晃晃的 让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然而下一秒 林子安冷笑着看向了我 这两人一左一右的将我控制住 直接让我跪在了船上 你们干什么 林子安笑着 激进疯狂 干什么 你真以为哥哥会把我卖到缅国去 醒醒吧 要卖也是卖你 林子恒腻着我 宋暖暖 你就像十八年前一样招人烦 几个拿着枪的男人 直接把我们围在了中间 我看到林子恒的眼角跳动了一下 怕了 人已经送到了 我们走了 他快不想要回去 但是我给那领头的人使了个眼色 那对兄妹当场就挨了一闷棍 来都来了 就别走了 林子安吓得尖叫 看着林子恒这个大男人 被人脱着头发拽走 吓得尿了裤子 不是我们 卖的人是他 是这个贱人 放过我 求求你们放过我 我给你们磕头 这贱人骚得很 一个就足够你们完了 求你了 林子安好像真的以为 磕头就能解决问题 原本还算光洁的额头上 很快就沾满了你和血 我笑着站起来 冲在领头的微微汗手 我迎着风勾起了唇角 我的系统提供方式联系的人 难道还会绑吗 我自己不成 林子恒被堵住了嘴 呜呜地挣扎 我想起来 什么又去蹲到了他身边 嘖嘖 才这么一会 已经被打得脑袋流血了 林子恒 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想不到 你最后是死在了 当年被你送走的 那个小婴儿的手里 林子恒瞳孔一震 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只是给那几个拿枪的男人 使了个眼神 一男一女的惨叫声 不绝于耳 宋暖暖 你给我滚回来 我是川叔的大女主 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你 你给我回来 我皱皱眉 听不懂他的胡言乱语 不过大仇算是暴了 以后没人在我眼前恶心我了 林家也是我一个人的天下了 我在云南玩了一个月才回家 进家门的时候 特意把自己弄得衣衫褴褴 爸妈愣了愣 好像一时间都没认出来我 暖暖暖 我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爸 妈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爸妈赶紧跑到门口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别怕 好好说 慢慢说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 你哥呢 我哥 按照上辈子的进度 现在应该是在被打了吧 林子安估计是在被强奸 妈 我哥说带我去云南散心 其实也带了林子安去了 他们俩还威胁我 不让我告诉你们 我以为不说就会没事的 但是他们拿着我的身份证 居然带我偷渡 想把我迈到缅国去 爸妈对视一眼 什么 暖暖 你没 我毫不犹豫的对天发誓 我如果骗人 天打五雷轰 我闽唇继续 只不过 最后我逃出来了 但是他们两个被留在缅国了 亲妈腿一软 差点倒在地上 但他们没那么容易 就相信了我的话 知道警察带了证据上门 林子安和林子恒 试图把我拐卖到缅国 最后却反被卖了的证据 两个人如同瞬间老了十岁一般 沉默许久最后 我爸哑着嗓子开口 被卖了就被卖吧 那两个混蛋只会惹祸 我们家不要了 我不着痕迹的笑了 看在他们决定不找的份上 这辈子就好好对他们吧 也算是我谨慎的亲人了呢 这个家里终于没有我讨厌的人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哼个小曲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弹出来 恭喜你完成任务 可获得任意奖利 钱 地位 学历 高考在即 我好像都不缺 夜色中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选择 把做出这个该死设定的人杀死 系统沉默了一会 最后沉声说 可以 我尝出了一口气 真好啊 谁都别想再控制我了 全文完